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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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我们单位的老局长 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 上面呢 又拍下来一支 不是 一位 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 在这结构眼上 我们科长传唤我 凭书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 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 哎呀 完了 马科长 马科长 哎呀 小好啊 进来来 不好意思啊 大叫您睡觉了 没事 我这一会儿一觉 不耽误 坐 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演不前还凑合 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我听说你在单位 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我检讨 我太贪玩了 我根本跟你说啊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 巧了 他也喜欢打乒乓球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科长呀 你这就为难我了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也不打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也不打 局长我哪敢管呢 好剑哪 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么下去 这辈子你也就是个客源了 真的吗 那我就放心了 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好剑 现在是你的爱好 撞上了领导的爱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组上都炸湿的好机会 你 你不兴奋吗 兴奋点在哪呢 来来来 你坐这 你看啊 咱们可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 那你要是打乒乓球 不能把领导给赔舒服了 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魏小宝陪康熙摔酒 那最后魏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了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 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 分清主刺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 就陪领导打球啊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说谁呢 我 我不说那个 说谁马屁精呢 能干你就干啊 不能干你就走 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你看马克强我不是那意思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 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 这不至于吧 不至于 浩健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我马屁精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Jake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Jake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 Jake喜欢文文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Jake喜欢我 所以好见 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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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 我最想听的就这股论 总而言之啊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知道了 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说谁呢 你这可怎么一样 呸呸呸 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 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 我也纳闷了哈 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 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 难道 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不单单是这样 我告诉你 开会是讲究技巧的 领导一发言 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 我马上给一个 领导就想了 怎么的 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 等他全说完了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马上就跟一个 我要让领导感受到 我被他的话洗礼了 而且大彻大悟 最后我还和领导 站到了一对 听据一席话 颠覆人生观呢 所以说好见 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 你还要做到 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让他一想到球 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他手就痒痒 明白 就是让我树立一个 欠揍的形象呗 那我这一欠揍了 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何止是转正的 看见了吧 我这个办公室 就是你的了 好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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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科长来 坐下坐下 好科长 坐下感受一下 坐坐坐 感受一下 坐坐坐 怎么也尝尝 坐领导的姿势 这椅子是舒服呀 怪不得你上班 说总睡觉呢 这以后我要是 坐上这位置了 那我还不待 雨时长眠呢 你想怎么眠 就怎么眠 好科长 我是好科长 你是哪位 杜局长 那对不起了 您拨打的电话呢 他关机了 你给我起来 杜局长 我在我在 刚才是串线了吧 您现在又过来 好的好的 太好了 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 邓真您 局长马上到 太好了 他来了 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老局长进去了 他那个麻将桌 我也给他处理了 以后呢 你们就在我这儿玩 我给你们当裁判 好见呢 这对于你来说 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 这是你人生的天梯 贵人哪 遇到您之前 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竟走弯路了 谢谢了 马科长 不 马处长 不敢当 不敢当 好科长 早晚的事啊 马处长 使不得 使不得 好科长 使得 使得多 马处长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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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情绪 好 准备迎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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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我就处分谁 杜局长 杜局长啊 这怎么了这是啊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 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 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哎哟 杜局长 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 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 那就是歪风邪气 真是 微博 还带配重呢 风大 我妈怕挂丢了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 来 局长 坐下舌 马科长啊 哎 你可是老同志了 嗯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我说他们了 我说你们就再练 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 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 年年都是冠军的 哎 别恭维我啊 有一年是亚军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 不能全是水分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得过一年亚军 是啊 那年我是副局长 好了好了 扯远了扯远了啊 哎 你刚才在电话里用我说啊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什么好消息啊 啊 好 那 啊 那什么 局长问你呢 什么好消息 问我的吗 我姓好 我叫好消息 你叫好消息 他妈给他记得 你说什么玩意儿 你知道吗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 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猜想出来了 你再告诉我 你给我回来 你这太没礼貌了 局长问你话呢 别先话太难了 我脑人都要炸了 你好歹 你别 你也是想一个 你再说 说了 你再走啊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 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噼里啪啦的 对 子儿瓦烂叫的 影响马科长睡觉 写材料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 这个小同事 反应问题很及时 正好在我已经了解 情况之后 多余不 马科长你们科 有个叫好贱的 据我了解啊 这个小伙子 业务能力很强 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大死别 我这真替他高兴 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好剑 同志学习 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 另外啊 没啥事的时候 别老给自己 起些个疫名 要不然 真有好消息来了 你说你都不敢接受 多可悲呀 局长 我是好见 对不起 我错了 够了 这是你的错吗 杜局长 是我的错 你要说就说我吧 是我思想一直松懈 属于管理 一不留神 就让他起了个疫名 妈呀 这是个乒乓酒坛让 我都不知道啊 够了 马晶晶 马屁晶 害群之马 你的问题有关部门 早就掌握了 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 溜须拍马走捷径 等候处理吧 杜局长 杜局长我错了 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出大事了 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 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 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好 好 好